哈喽 大家好 是小李哈 那个我奶奶她是七花那天走的 所以后来的视频是后来发的 然后我奶奶一生呢 反正就是挺劳累的 她也没想过啥福哈 但是我爷爷呢 她说实话 我爷爷她想福是想得多一点 为啥呢 因为毕竟我爷爷 她就是相当于现在的那种大学生 我爷爷她是那种教书先生 那个字写得非常的好 我奶奶又没有文化 书又没读 他们两个咋过上一辈子的 我也不懂 因为我爷爷那个人呢 他是有文化的 他跟我奶奶呢 也不是打计较的 如果你想一下 一个文化那么高 一个文化那么低 他们两个咋是过了一辈子 然后我爷爷他该上班上班 以前他都是在桂林上班的 然后后来才回来做囊的 做囊 我爷爷呢 他就属于那种艺术家一样的 他就是学那种唱歌呀 或者七七八八的那种 就是演家有的时候 办白式的那种吹锁 那我爷爷他都是一个师傅 他还带着徒弟的 我奶奶呢 就带着四个孩子 就是带孩子呀 养住呀 喂鸡呀 所以说我奶奶一生的话 说实话也比较凄凉 这样子说吧 就是说没啥福可以想 因为咱们家的条件里面 也看得见是不是 我小赖家庭呢 反正吃饱是不愁 对不对 但是你说很富有 很有钱的话 咱家也没有 就像我去大梁山 我跟鸡哥去大梁山 我在那边拍视频 或者我在外面拍视频 我的播放量都是很高的 对不对 为啥我只去了两个月 我就回来了呢 因为我怕我奶奶在家里面 我怕她没有饭吃 你知道吧 因为我妈她又在阳朔上班 当我去大梁山的时候呢 然后我妈就是 两天回来送一次饭 你想一下 两天送一次饭 就是送购给她吃 等下那个饭凑瘦了呢 是不是 两天送吃饭 所以我就不放心 然后我就回来了 我不管播放量高 雨不高 我觉得吧 反正我就是怕我奶奶饿着 因为毕竟人嘛 也八九十岁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就没出去外面拍视频了 然后我就回来了 然后我就一直没走了 那个 我小的时候呢 就是 我也没啥大印象 说实话吧 就是 那时候我奶奶好像 她还要送我一个小姑 要读高中的好像 我也没啥印象 反正小的时候 只知道她是我奶奶 因为那时候呢 我们全家人 不住在这里的 我奶奶他们住在 隔壁的老房子 然后 我跟我哥 跟我爸 跟我妈 我们是住在果园里面的 因为那时候 不是要干活嘛 然后 我爸妈就把我们带上去 因为那时候 我们也没人带嘛 是不是 就带在身边 尽量不回来 家里面住 然后可以多干一点活嘛 当我十六岁了以后 我爷爷不在了以后 那时候我都已经很清楚了 然后我奶奶呢 对我呢 说实话 对我是挺好的 因为我是她的最小的孙子 知道吧 我是最小的 因为她的大儿子 还有两个儿子 然后我爸两个儿子 一个是我哥 他们全都结婚了 只有我没结婚 我是最小的 我奶奶她这样的隔壁住 我们回来住了以后呢 只要我奶奶她喜欢饮鸡啊 喜欢种菜啊 是不是 她那个杀鸡的时候 我奶奶她总要给那个鸡肉给我的 她就杀好了以后 就砍一半 就给一半给我吃 其他的人好像都没给我 反正都给我 然后她种了菜啊 就说 嗯 等了 我那有青菜啥的 种了好多好多 你自己去扯 你要吃你自己去扯 虽然我奶奶她走了 但是我想着 以前我跟她拍的视频 她是完全不知道的 知道吧 就是我在拍视频 我们肯定清楚 她啥都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我奶奶那个人 也挺活泼 对不对 就像我有一个视频 我奶奶说 她说 冬啊 她说你还不去西北啊 她说 我说我去西北 你给我打红包 是不是 她说 那这个人呢 多的打不起 一千八百还是打得起的 哎呦我想想我奶奶可能 她的音乐呢 应该就是希望我早日结婚 然后生个孩子 可是我结婚生孩子的话 那个我奶奶是看不到的 也许她就带着这一点遗憾 然后就走了 但是不管她走与不走 对不对 我总得为我自己想一下呢 因为现在她已经不在了 对不对 因为我的负担也没那么大了 对不对 以前呢是因为要照顾我姊子 要照顾我奶奶 是吧 就等于说我们三个人 就等于说是相依为命 为啥说是相依为命 因为我姊子的爸父母都不在家 我父母都不在家 那家里面就剩我跟我姊子 还有我奶奶 那等不等于是相依为命 对不对 现在我姊子她也马上 结定独出山了 她马上也十五岁了 她也不需要我再去接送她了 也不需要我照顾她了 是不是 然后呢我就想的话 下一步的话 我为自己打算一下 看一下我是去哪里 但是你说我去哪里呢 我现在我又是一头雾水的 我就希望咱家粉丝给我指点一下 我小李呢我下一步我该砸走 因为现在我是已经是一个自由人了 我爸爸虽然他现在他身体不好 但是我妈他在那里上班 跟我爸住在一起的 他完全可以照顾我爸了 对不对 我姊子他星期六星期天 他也可以坐车去阳朔 因为有那种单程嘛 四块钱就能坐到阳朔去的 我也不需要接送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 我下一步我该往哪里走 最近呢这一个多月呢 那是输出不了 我就预想的就是 过了山元清明吧 就是山元清明的时候 给我奶奶啊 那个清明嘛 山上想啥都好 然后就出去了 因为现在呢 酒席赶半晚 现在家里面呢 就剩我一个人了 我子子都输去了 是不是 我哥他回来了 他又过去上班了 这个半晚式了 我妈也去上班了 也半晚式了 也去上班了 现在家里面就剩我一个人 我们这里呢 晚上都是还有些村上人啊 来我们这里打牌啊 就是来这里陪一下哈 就是农村嘛 就是这样子来玩哈 然后水的地上有点沾 然后我每天起来呢 我就一个人去扫地啊 把它扫干净 然后晚上 人家来玩的话 又干净点 然后再拿点啥 吃的水果啊 少点啥给人家喝 接下来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找到不一样的地方 就有不一样的风情 下期再见 拜拜